好下面来看第四条混凝土施工技术 对于这条和钢材钢筋的施工技术 重要程度差不多 主要是考选择题 但是呢其中呢也有按理题考试的点啊 需要注意 首先呢对于考点一混凝土的看压强度 这个问题呢需要大家补充一个工程常识啊 在混凝土施工过程中我们要预留多种式块 对于式块的尺寸需要大家做一个留意啊 做一个工程常识 第二个对于混凝土的原材料 这个为了呢大家做一个了解就可以了 第三个不需要了解 第四个混凝土的施工 主要是考选择题 但是呢其中有按理题考试的点啊 需要大家掌握 好首先呢来看考点一 混凝土抗压强度 它的平定要介入于式块 比如说呢一个结构我们教完之后 达到一定强度之后呢需要去拆模 那么如何去平定这个混凝土的结构的强度呢 我们可以拿着回弹仪去回弹 是不是啊 但是呢我们现场采用最多的就是啊 要预留式块 去检查一下式块的强度 那么对于混凝土抗压强度的式块 它的规格尺寸的多少呢 好 混凝土抗压强度 试块啊注意一下是150乘150 再乘150 立方体试块啊 立方体试块 这是混凝土试块 抗压强度 那么对于水泥浆 或者是水泥沙浆 抗压强度试块 它的尺寸多少呢 70.7 乘以70.7 再乘以70.7啊 也是立方体试块 做笔记 那么对于混凝土呢 我们除了做抗压 有时候呢还要做抗折 那么抗折式块 它的尺寸规格是多大呢 好 变成了长方体啊 150乘150的断面 再乘以550毫米 或者是650毫米的长度 好 这是对于抗压抗折啊 以及水泥浆 水泥沙浆混凝土 它们式块的规格 那么第二个 第三个 选择体啊 选择体 对于混凝土强度的平定方法 只有三个 一个是标准差已知 一个是标准差未知 另外就是非统计方法 所以标准差啊 标准差就是衡量数据 它的稳定性 它的离散性的 啊 通过 比如说呢 我们在收入的时候呢 做一个统计 统计完之后呢 发现这些数据呢 它是 偏离这个线的 那么说明混凝土的强度 美盘的强度是不稳定的 有的偏高 有的偏低啊 不稳定 那么我们希望呢 这些强度呢 都是 离这个线呢 比较近啊 比较近 说明它美盘的强度都是比较稳定的 比较恒定的 啊 这是标准差啊 它主要是判断数据的离散性 做一个了解就可以了 大家需要把这三种方法记住啊 那么什么时候用标准差位置呢 好 有两个条件 一个是对高强度混凝土 C60以上的高强度混凝土 以及方量比较少的时候 用什么方法 用标准差位置的方法 去评定混凝土的强度 好 掌握到名词就可以了 名词具体什么含义 不需要了解 考点二 混凝土原材料的哪些 注意咱们这里所说的混凝土 指的是水泥混凝土啊 只不过呢 把前面的水泥省掉了 在道路部分我们说了 除了有水泥混凝土 还有沥青混凝土 混凝土呢 它其实是一类统称 它包含了沥青混凝土和水泥混凝土 如果其中用的交接材料 用的是沥青 那么就形成的是沥青混凝土 如果用的是水泥 形成的就是水泥混凝土 只不过呢 在主体结构 在桥梁啊 在轨道交通啊 在水出去厂站呀 在房间上 我们说的混凝土 一般默认指的是水泥混凝土啊 只有在道路部分会做区分 水泥混凝土 例行混凝土 那么对于水泥混凝土 常用的材料有哪些呢 水泥 水 水 然后呢 当中呢 加一些粗细解料 比如说碎石 沙子 好 还可以加一些粉煤灰 粉煤灰 去改良水泥的性能 同时可以减少水泥的用量 那么除此之外呢 为了满足不同混凝土的要求 我们当中呢 可以加一些外加剂 外加剂 人工合成剂 好 去改变混凝土的性能 好 做一个了解就可以了啊 第三个 混凝土的配合笔设计 不需要了解 来看混凝土施工 对于混凝土的施工 我们是按照工艺流程 比如说混凝土原材料 哪些在半河站 半河 半河 半河好之后呢 我们拉到现场 半河 拉到现场之后呢 再进行胶筑 震倒 以及养护 达到一定强度之后呢 我们可以进行拆模 拆模 拆模之后呢 强度没有达到 没有达到规定的值 所以说还可能是 机械养护 注意一下 在半河的时候 那么混凝土当中 是有很多原材料的 水 一些粗细结绕 水泥 水泥 一些外加剂等等 那么在半河的时候呢 我们重点控制的是 混凝土当中的含水量 含水量 那么这些水呢 它的来源主要有两个 主要两个 一个是我们在半河的时候 加了水 那么除此之外 就是粗细结绕当中含的水 比如说呢 石子或者是沙里边 自带水 比如说我们用的是 河沙 或者说这个结绕呢 我们要进行冲洗 那么这些结绕当中呢 就会含一些水 那么在半河的时候 我们为了准确的控制 它的配合比 它的用水量 我们要对粗细结绕的含水率 进行动态测量 对配合比进行动态调整 所以说对于骨绕的含水率的监测 应该是每一斑 至少测一次 至少测一次 选择题 那么另外呢 就是对于混凝土的半河运输 胶筑 首先 混凝土在半河站 搬好之后呢 我们要去测什么 测 塔落度 什么叫塔落度呢 就是用锥形筒去测 那么具体怎么测的 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了 不再多说 它呢 是平定 混凝土流动性的一个指标 好 这个呢 在建筑上讲的比较多 在这呢 我们不再展开啊 你知道塔落度是来用来平定流动性的一个指标就可以了 好 塔落度越大 说明混凝土越稀流动性越好 那么在塔落度测定的时候呢 我们在哪些位置要进行测定呢 在搅拌地点以及交入地点去测 那么有没有特殊情况呢 比如说搅拌地点和交入地点特别近 搅拌好的混凝土呢 能够快速的运到施工现场 比如说呢 在15分钟以内运到施工现场 那么此时我们只需要在搅拌地点去测就可以了啊 塔落度损失不大 那么除此之外 大家需要注意在平定混凝土 塔落度的时候 以哪个地方测定的为准 以交入地点施工现场测定的为准 另外就是在塔落度平定的时候 还应该观察半合物的什么什么 多选题的考点 粘具性和保水性 很简单 粘具性保水性再加上流动性等于什么 等于什么 等于混凝土的工作性 工作性 我们国家叫做合一性 工作性呢 是英文翻译回来的啊 我们国家一般叫做合一性 合一性包含的流动性 粘具性保水性 第二个混凝土的运输 混凝土的运输能力呢 要满足哪两个要求 多选这条考点 凝结速度以及交入速度 好 第二个第三条 需要大家注意考试的时候 按一提的考点 比如说呢 在混凝土运输的时候 出现了分层离析 什么叫分层离析呢 说白了就是粗细的道分离 上方的是水泥浆 下方的是 果料啊 下方是果料 这叫分层离析 那么对于分层离析的混凝土 不能一直不能直接去用 那怎么办 我们在用用之前 只需要在现场把灌车呢 加速 搅拌 加速搅拌就可以了 一般来说搅拌个一到两分钟 就可以采用了啊 就可以用了 好 你知道分层离析的混凝土 应该采用什么样的方法 二次快速搅拌的方法 搅拌均匀就可以用了 第三条 对于混凝土在运输过程中 比如说呢 高温季节施工 水分呢 散失过快 混凝土过干 啊 混凝土过干 踏落度过小 那么在到现场之后呢 发现混凝土用不了了 怎么办 我们现场的工人采用什么样的方法呢 拉一个水管 直接往灌车里边加水 是不是 这种方法注意 考试是不允许的 那么可以加什么呢 此时啊 严格的来讲 我们应该是加减水剂 减水剂的其中的一个作用就是 在不改变水量 以及水泥用量的情况下 可以提高混凝土的踏落度 踏落度流动性 好可以加减水剂 减水剂 需要掌握住啊 掌握住 那么除此之外 有时候呢 还可能是漏浆 比如说呢 灌车漏浆了 导致呢 灌车里边水泥浆少了 那么也会导致混凝土塌落度过小 混凝土过干 是不是 好 那么此时加什么呀 水泥浆少了 加水泥浆嘛 是不是 好 加水泥浆 只不过这个水泥浆呢 有一个要求 要和原来的混凝土是同配比的水泥浆 好 同配比的水泥浆 好 但是呢 大家呢 考试的时候不用区分 你只要知道混凝土塌落度损失过大 加减水剂 加同配比的水泥浆 就可以了 具体什么情况 不用区分 不用区分 好 把这两个措施记住 第三个 混凝土检查 混凝土在交入之前 重点检查什么项目 在道路部分 我们已经说过 对于机面的检查 对于模板的检查 以及钢筋和运埋垫的检查 好 在这呢 我不再多说 考试的时候可以考察案例题 只不过呢 在这个位置机面 不再是无地接合照的基层 变成什么呀 变成了下方已经交入好的混凝土 那么此时 对于混凝土的接缝 应该如何处理 施工缝的 处理流程 需要大家重点掌握 这是一个工程常识 那么对于原来的混凝土 界面 我们要进行凿毛 把上面的浮浆 以及松弄的石子凿掉 凿掉之后呢 清理干净 一般来说 嘎风嘎水 冲洗干净 保持湿润 但是呢 不能用积水 在接入之前 把这个位置呢 扫完毛之后呢 我们去浇筑这个侧壁的混凝土 但是呢 侧壁混凝土在浇的时候 你会发现 上边呢 钢筋 密密麻麻的 尤其是柱子的钢筋 密密麻麻的 在浇混凝土的时候 混凝土有个下落高度 混凝土在下落过程中呢 水泥浆很容易被钢筋挂着 而石子呢 先落下来 如果说你不加以措施去处理 那么将来呢 浇完混凝土之后 你会发现这个位置呢 全是石子 水泥浆特别少 就会出现一个现象 我们工程上叫做烂柱角 那么为了防止烂柱角这种情况发生 怎么办呢 你下方不是全是石子吗 石泥浆比较少 我们在浇入混凝土之前 能不能先在这个位置呢 先出一层浆 可以啊 这就是做浆 出一层与混凝土结构当中 同配比的水泥浆 或者是水泥沙浆 都是可以的啊 都是可以的 同配比的水泥沙浆 好 这就叫做浆 做浆之后呢 进行正常的浇注 浇导就可以了 这是对于水平十分缝的处理 在这个位置呢 施工缝 它指的是不需要防水的施工缝啊 需要防水的施工缝呢 我们在水池部分还会再收到 第二个混凝土的浇注 在混凝土浇注过程中 散落的混凝土 沿尽用于混凝土结构的浇注 做一个了解就可以了 第二个 对于泵送混凝土啊 比如说呢隧道里边的 趁气混凝土 蹦送的 或者说啊 或者说一些主体结构 在浇注的时候呢 我们也用蹦送的方式 那么对于蹦送混凝土 输送蹦 最怕是吗 最怕堵啊 最怕堵 为了防止堵 输送蹦在工作的时候 一般来说 不能间歇啊 不能间歇 所以说对于蹦送混凝土 它的间歇时间 不会超过15分钟啊 但是呢 你在现场干过 你会知道 对于一个有经验的 开输送泵的师傅来说 他为了防止供料中断 他会在输送泵的料斗内 存印料斗的混凝土 如果说出现特殊情况 料呢 不能够及时运到现场 他会隔一定的时间 去蹦送一下 防止竹棍啊 防止毒死 好 所以说呢 在收入现场 你会知道这个数据呢 就是瞎写的啊 做一个了解就可以了 第三个 对于同一时空段的混凝土 应连续胶注 连续胶注 在底层混凝土 什么时候之前 出宁之前啊 和我们道路部分 所说的是一样的 如果是分层胶注的混凝土 上层混凝土 应该在底层混凝土 出宁前 胶注 震道完毕啊 就是震道完毕 不是开始交入啊 交入完毕 第四个 震道合格的标准 选择题 多选其的考点 震道的目的 无非就是外光 内实 外光内实 外光怎么光啊 好 在混凝土 交入完之后呢 我们要震道 确保上面有浮浆 用原浆收面啊 原浆收面 那么另外呢 就是内实 内实体现在什么呀 表面不在沉落 表面呢 不在冒泡 是不是啊 好 这就是内实啊 一个是看浆 一个是看气泡 一个是看表面啊 看表面不在沉落 好 第三个 混凝土养护 这个问题呢 要求大家准备一个选择题啊 尤其是考试的时候 可以考察一个多选题啊 综合性比较强的啊 看你平时有没有去总结 归纳 首先呢 对于混凝土的养护时间 有7天的 有14天的 有21天的 有28天的啊 28天的 那么在这呢 我们做一个总结 对于一般的混凝土 采用硅酸岩 普通硅酸岩 凝结凝化速度呢 比较快 或者是矿渣 硅酸岩水泥的时候呢 养护时间是7天啊 7天 对于有特殊要求的 普通混凝土 比如说呢 有缓凝 里边呢 加一些缓凝剂 有抗肾 有枣墙要求 高强度混凝土要求 不得小于多少天 14天 这叫特殊要求啊 统一记者 特殊要求 特殊要求的普通混凝土 养护14天啊 14天 那么养护14天呢 还有哪些呢 比如说 刚才咱们所说的 这是普通混凝土 那如果改成的是 大体积混凝土呢 大体积混凝土 在采用硅酸岩 普通硅酸岩的时候 养护时间是14天 硅酸岩 或者是普通硅酸岩 注意啊 这个位置没有矿渣 没有矿渣 我写上啊 没有矿渣 养护是14天 好 那么养护21天的 有哪些呢 如果是大体积混凝土 比如说呢 用的是矿渣 或者是有特殊要求 比如说 大坝的水泥混凝土 大坝结构 在采用完之后 比如说 不是高温季节施工啊 大坝的混凝土 我们要求 是不是有 抗盛要求啊 并且还是大体积混凝土 是不是 所以说此时养护是21天 那么另外就是 如果是高温季节施工的大坝呢 那么它属于高温季节施工的 大体积混凝土 好 这两个条有点相遇了 不管是什么混凝土 都是28天 明白了吧 好 在这呢 你需要知道 7天的有哪些 硅酸岩 普通硅酸岩 矿渣 养护的是7天 指的是普通混凝土 如果是大体积混凝土 用的是硅酸岩 普通硅酸岩 养护的是14天 以及有特殊要求的 普通混凝土 养护的也是 14天 特殊要求 加普通混凝土 养护也是14天 好 但是呢 这个位置注意一下啊 大体积混凝土 用矿商的时候 不是14天 而是21天 另外呢 就是大体积混凝土 用的是特殊要求的时候 也是21天 如果是大体积 预见了高温季节 那么就是28天 没问题吧 还有一种特殊情况 当气温呢 低于5事的时候 应该是保温 养护 好 在这个位置呢 刚才已经说过了啊 已经说过了 你在这个位置呢 再补充一个21天的 28天的啊 刚才呢 已经做过总结了啊 不再多说啊 不再多说 好 对于这个位置呢 我们在后边讲课的时候 都会在预见到啊 都会在预言到 现在呢 这是第三节轨道交通的 这是第四节水池的 第三节轨道交通的 以及第四节水池的 我们到后面都会再遇到啊 在这呢 先不多说 他们的养护时间呢 都是14天啊 都是14天 好 下面呢 我们做一个练习 商品混凝土的什么 什么 应满足混凝土的 凝结速度 与胶住速度 商品混凝土的 运输能力啊 运输能力 应该满足混凝土的 凝结速度 与胶住速度 好 所以说这道题 选择的是B选项 第二题 下列线交混凝土 需要养护 不少于14天的 有哪些 好 不少于14天的 哪些呢 对于普通混凝土 有特殊要求的 养护14天 是不是 缓凝抗肾 高强 对于普通混凝土 用龟三岩的 7天 矿渣龟三岩的 也是7天啊 普通混凝土 没问题吧 所以说这道题 选择的是ABC 那么除此之外 还有哪些是养护 不得少于14天的 大于等于14天啊 21天和28天的 我们在这不考虑 多些当中 不要去选21天 好28天的啊 人家题材问的就是 不少于21天 不少于14天的 你不能把人家标准 给降低了 好 还有什么呀 比如说大体地 我用的是 硅酸盐 大体地 加硅酸盐 或者是普通硅酸盐 是不是 好 这些养护呢 也是14天 也是14天 好 最后呢 我们做一个总结 第一个好点 对于混凝土的 抗压强度 它的式块的规格 式块的规格 混凝土啊 首先我们说 混凝土抗压强度的 式块强 式块规格多少 150啊 150立方 立方体啊 立方体 对于抗折呢 抗折是多少 150乘150 再乘以550 或者是650毫米啊 那么对于水泥浆 或者是水泥沙浆呢 规格多少 70.7 立方体啊 立方体 不再多写 那么平定强度的方法 有标准差已知 有标准差未知 特殊情况 采用标准差未知 C60以上的高强混凝土 放量呢 比较少的时候 采用的是标准差未知啊 标准差未知 好 第二个混凝土的原材料 以及混凝土配合笔的设计 不再多说 来看混凝土的施工 混凝土在搅拌完之后 我们要在现场 要在搅拌地点去测 踏落踏落度 踏落度的平定 以哪个地方为准 焦住地点为准 焦住地点为准 在测踏落度的时候呢 还要同时观察什么呀 年距性 加保水性 这是对于踏落度的监测 那么另外呢 就是对于混凝土 在运程过程中 可能出现两种特殊情况 离析 以及踏落度损失 按理题的考点 如果是离析了 怎么办 离析了 怎么办 我们采用的办法就是 二次快速搅拌 如果是踏落度损失 损失过大 怎么办 采用的办法呢 就是严禁加水 可以加什么呀 减水计 或者是同配比的水泥浆 另外就是在焦住之前 一件书什么内容 就是之前的三茶 好 在这呢 我们重点说了 对于施工凤的处理 施工凤怎么处理呢 把上面的浮浆 以及松弄的湿底凿掉 它叫凿毛 凿完毛之后 干什么呀 清理湿润 但是呢 不能有积水 不能有积水 湿润完之后呢 为了防止在焦住柱子的时候 混钢筋的比较密集的地方 出现烂坠的情况 我们要进行坐浆 所谓坐浆呢 就是铺一层 铜配比的水泥沙浆 好 或者是写成水泥浆 也是可以的啊 然后呢 再进行焦住啊 就可以了 再进行焦住 那么另外呢 就是对于这个 焦住的时候啊 散落的混凝土呢 不能用于什么呀 不能用于解构的施工 另外呢 就是对于迸送混凝土 它的经验时间 获得小益多少 不能超过多少 不能超过15分钟啊 不能超过15分钟啊 还有呢 就是在焦住完之后 我们要接受的镇导 对于镇导盒的标准 我们有三个啊 三个 一个是 碳浆液啊 要有原浆收面 外光嘛 外光 那时呢 表面不在沉落 不在冒泡啊 不在冒气泡 那么对于养父的时间 我们刚总结过 在这呢 就不再多说啊 不再多说 不再说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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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再说是 对于是